大家好,我是林樂儀,Kate 有一段時間沒見大家了 有留意我Facebook的朋友也知道 我去年完了區議會選舉之後 其實我去了一轉紐西蘭 其實本身我沒有想著要拍片,去出片 但最近疫情很嚴重 我都知道大家留在家抗疫一定很悶 所以我索性不如剪一些片段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去紐西蘭就一定要自駕遊 因為它的巴士班次是非常疏 如果你錯過了一班的話 你就要睡街了 我是坐飛機由香港飛去澳洲的悉尼 然後再轉機去新西蘭南島的基督城 基督城有很多街頭藝術 我最喜歡就是這張草椅 是不是很有女和的感覺呢? 我一向去旅行都是很freestyle的 我喜歡去到哪裡就拍到哪裡 誰知道被我發現了一個連旅遊書都沒有介紹的地方 最適合一些二十多歲還以為自己是小朋友的人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公園就叫做 Margaret May Family Playground 詳細地址info box就會有 這裡是由市政府管理 總面積大概16,343平方米 可以容納到一千人 裡面的設施適合所有年齡的人士玩 細細細告訴你 我在這裡玩了兩個多小時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天我就向Lake De Capo的方向出發 大約三個小時的車程就到 Hello 這裡是Lake De Capo 位於紐西蘭的南島 這裡真的超級厲害 今天有很多驚喜 帶大家去看看 是否很漂亮呢 喂 你猜一下這隻花叫什麼名字 我就婚姨吵 不是啊 肯定是啊 我拿條命丹帽 說笑而已 我才跟花影完相 然後放上Instagram 你不再濫文青的聽 我就是喜歡你的環強 然後那些朋友才跟我說 其實那隻不是婚姨草 其實這隻花叫做老冰花 和婚姨草是完全不同的 它們會在每一年的11月底 至12月底盛開的 想打卡的朋友 記住要記定時間 作為港女的我 當然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拍了幾千張照片 哈哈 話說是因為 蠻魚太多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取消了去Minecook的行程 但是我在附近 就預約了一間酒店 那這間酒店是一千七百多元一晚 那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Highview 好 你進去看看 一進去 它暖爐了 剛剛那個 好好幫你開了 大家準備好 1 2 3 這裏呢 是晚上可以觀星 但是我相信應該 應該 應該看不到的了 因為這幾天 寄著卡普也是下雨 下雨 下雨很厲害 不然的話呢 都在這個位置觀星 真的不得了 不得了 OK 然後呢 其實這間屋呢 本身是一個 整個 三個 我想可以住到八個人 不是 我可以住到八個人 那呢 這個是就是一間房 本身呢 我打算呢 本身呢 我打算呢 等一下呢 就會下去 就會問一些人 如果想住酒店的話呢 我有三個床位 你們就 有每天想 然後800元一晚 這個呢 是主人房 是我今晚 睡的自己一個 咦 這個也有了一個床位 難怪她說 住到這麼多個人 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去行山 還會揭露我人生中 最悲慘 最孤獨的一次經歷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再按旁邊的鈴鈴 那我下次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的啦 拜拜